9月20日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结果揭晓 13个界别分组中的364名委员全部顺利产生 这场选委会选举是新选制的首场实践 也为随后的两场关键性选举打下重要基础 当天香港各界人士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选举香港社会参与广泛气氛热烈 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将开启香港梁正善志的新篇章 我们看到这一场的选举是在一个和平有序依法的情况下进行 而且投票者是非常的积极 有9个界别的投票率是超过90% 其中有3个界别 他的投票率是100% 我们期望选出来的管制者 要更加有效率地去管制香港 去解决香港的问题 我们对将来的管制团体 抱有很大的期望 这次选举当中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投票踊跃 选举气氛热烈 反映了新的选举在全社会获得了高度的认受性 选举过程也是严格依照香港的选举法律进行 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合法且妥当 但是和过去泥江摔角式的选举不同 这次的选举是健康的选举 候选人们都积极地市长才得管纳民意 我相信本次选举将会为香港选出贤能的爱国者 将会开启香港的良政善制 成功当选选委的香港教育工作者 联会主席黄锦良在授访时表示 希望新当选的选委能够履职尽责 他本人也将把履职方向放在教育领域 力求将教育界声音传达给特区政府 你只好我们自己的职责 来选出我们对教育有担当 有执行力 有规划的一个立法会的预言和特首 希望每一个选委当选之后 能够好好的履行职责 来选出我们的立法会和特首 能够选出真正的爱国者治港的人才 作为本次最年轻的选委 95后香港青年陈凯荣 更关注香港青年的成长 求学 就业 创业等问题 他也希望未来的管制团队 能更多的聆听青年人的声音 整个投票过程我都要去投票 非常有秩序 也都很顺利地去完成了整个投票 我对于未来这个鼠卫会的管制 我希望未来的选委会能够加强 与立法会议员的沟通 特首的沟通 特别是有40位的议员 其实是透过选委去互选出来的 我希望这一班的立法会议员 未来可以聆听多些我们选委的意见 令到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思维能够融入去新的政策 施政方向当中 这个我自己作为青年人 更加希望施政可以帮到年轻人 去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在担任香港葵青区区议员的郭富荣看来 区议员的使命就是为民纾困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新选制下产生的选举委员会 肩负提名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 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候任人 和较大比例立法会议员的重任 被香港民众寄予厚望 应聆听各界声音 推动香港社会的梁正善志 在今次的选委会 很多的香港市民都对我们 富裕很高的期望 我们都会是很积极努力地去聆听 不同背景 不同专业 不同阶层的人士的宝贵声音 希望大将他们的意见 将他们的诉求 可以透过选委会这个平台 带入到去给政府 从而推动政府的梁正善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